《性別主流法》 好,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上一集提到的《性別主流法》 是在1995年在北京所舉行的聯合國 第四次婦女大會當中 正式通過了北京宣言和吳光寧 令到《性別主流法》正式被確認 成為各個政府實施性別平等 婦女發展和和平的一個策略 今集我會講講究竟我們有什麼方法 或者工具或者策略 可以落實到《性別主流法》的觀點 下面其實有六個點我想簡單去解釋一下 第一,在政策層面上 我們需要去制定一個婦女政策的規劃 一個場地規劃可以在提升男女平等方面 我們有一個更大的規劃 第二,就是我們設立一個性別平等的機制 可以令到有一個機制 甚至有一個機構可以檢視現行所推行的所有的政策 或者法律法規等等 所有事情都有一個審視和投訴機制 將來得以改善 第三,我們有性別統計和分析 數字可以說話 我們可以透過兩性分別的一個性別統計的資料 我們可以了解不同性別的一個社會的處境 同時我們可以透過分析這些相關的資訊 更加好知道它面對的處境之餘 我們到底有什麼方法 或者改善的方向可以做到男女性別更加平等 第四個就是我們可以設立一個性別的預算 我們在預算的編制上面 我們會優先考慮不同性別的有善政策的規劃 第五件事相對來說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做一個性別影響的評估 我們在制定方案、計劃、政策或者立法的時候 都要考量不同的觀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性別影響評估 可以對於不同性別的影響和受益的程度 可以事先進行做一個評估 現在周邊的地區其實都已經有一些 比較標準化的性別影響評估的一些表格 可以讓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 在它執行計劃或者立法之前 都會有一個預先的審視對於不同性別的 可能會造成一個影響 以免就是政策推出來才發現不妥 其實都比較麻煩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工具 除此之外 其實性別主流化我們真的需要去推廣到每個人身上 所以我們都要進行一些 所謂的叫做性別意識的培訓 可以透過一個性別主流化的策略和意識相關的一些 研習和訓練等等 可以提升到不同的人 尤其是在政府部門的人士 可以提升到他要了解不同性別的觀點和處境 考量的出發 以及可以推行或者落實性別平等的一個能力 以上六點就是一般我們可以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簡單實踐方法 下一集我們會講一講澳門現時在推行性別主流化 或者推行性別平等的狀況 下一集見 兩回合的旅行 超級的旅行 一路 旅行